欢迎继续大声凤华早班车 我们一起来关注时事要闻 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章大公报 12号举行创刊120周年庆祝仪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西方大公报不忘初心 弘扬爱国传统 锐意创新发展 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为一国两制实践新闻志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庆祝仪式6月12日下午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中联办主人骆慧宁 首先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肯定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 大公报为新中国建设 香港繁荣稳定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 大公报秉承万己之为大 无私自为公的办报宗旨 立言为公 文章报国 为新中国建设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为香港回归祖国 保持繁荣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新时代 大公报 旗字宣明 发出正面声音 邻居社会共识 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 促进人心回归 做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 弘扬爱国传统 锐意创新发展 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支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在庆祝大公报 创刊120周年的活动上 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牵挂香港发展 在香港即将迎来 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 向大公报发来贺信 对大公报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 提出殷切期望 骆惠宁表示 贺信对大文集团委代表的 爱国爱港传媒 是巨大的鼓舞 也必将为步入 游质即兴关键时期的香港 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 对大公报未来发展 提出的殷切希望 也是对所有爱国爱港 传媒的深情勉励 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 尤其需要爱国爱港传媒 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 积作阳青 尤其需要爱国爱港 媒体人 秉持使命 单单作为 凤凤华卫视 赵龙 香港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12号发表谈话 表示在即将迎来香港 回归祖国 25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为大公报创刊 120周年之贺信 表达了对香港 爱国爱港媒体的 深切关怀和巨大鼓励 更体现了 对香港展现新气象 开启新篇章的 因此期待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习近平在贺信中 充分肯定了大公报 在新时代旗帜鲜明 发出正面声音 凝聚社会共识 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 促进人心回归 做出的贡献 习近平对大公报的 高度评价 更深刻揭示了 爱国爱港媒体 茁壮发展 基业长青的必由之路 指出了爱国爱港媒体 在一国两制下 应有的使命担当 发言人指 习近平总书记 在贺信中 希望大公报 不忘初心 为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写更为精彩的 时代篇章 这既是向大公报 和所有爱国爱港媒体 发出的响亮号召 也是向整个香港社会 和全体香港同胞 发出的殷切召唤 为香港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长期稳定繁荣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 港澳办发言人还表示 当前香港正处在 从油乱到制 迈向油质极星的 关键时期 相信香港特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 一定能够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贺信中 寄予的尊尊嘱托 继续弘扬 爱国传统 锐意创新发展 戳力奋发 砥砺前行 在新起点上 再创新辉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大公报创刊 120周年庆祝活动 12号在香港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在致死当中表示 香港历经风雨 重回一国两制 正确轨道 在来之不易的 稳定环境下 媒体的角色更显重要 后任行政长官 李家超也指出 新闻工作 具有重要的社会责任 专业化 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媒体除了继续 善用新闻自由 监测政府的施政外 更应该自觉 维护国家安全 遵守法律 主动向社会拳打 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 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提供正确 全面 不偏不倚的资讯 新闻工作 拥有公门社会力量 也因此 有重要的社会责任 新闻工作 向专业化发展 虚无存清 除了是公信力的使人 更是行业责任的使人 是新闻道德的使人 换一个焦点 来关注到俄乌战局 俄乌双方继续争夺 乌克兰东部的 卢干斯克州北顿涅斯克 乌方表示 俄军炸毁了当地 通往利西昌斯克的一条桥梁 切断了民众撤离的通道 卢乌双方继续在 卢干斯克州互相炮轰 经过几个星期的攻防战 当地大部分地方 已被俄军攻下 乌军目前控制着 北顿涅斯克 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 包括一间化工厂 里面有约500名平民 及300至400名士兵 乌军的火箭炮部队 不时转换阵地攻击俄军 英国媒体就拍摄到 大批拖拉机等重型机械 离开顿巴斯地区 相信是避免 一旦当地失手 落入俄军手里 乌军表示 俄军可能在日内 发动大规模攻势 目前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 西方的重型武器 包括大炮 装甲车 反坦克 导弹 防空系统等等 而在议和之隔 仍由乌军控制的城市 利息仓斯克 警方挨家挨户 用警车载军民撤走 不少人对于告别家园 及邻居都依依不舍 而在南部另一个战场 尼古拉耶夫 一个古仓据报 上星期遭到俄军炮轰后 完全摧毁 估计多达30万吨葵花籽 来不及运走 被大火烧毁 尼古拉耶夫 是乌克兰南部 一个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 与奥德萨市两个人 由乌克兰控制的黑海港口 有关国家经济的命脉 俄军几次试图攻占 都无法得逞 反而损失了大批军备及弹药 当地的乌军 目前加紧巡逻 以防东部战事告一段落后 俄军便会调集兵力 再度大举进攻 凤王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 在12号宣布 俄罗斯的高精度导弹 摧毁了美国和欧盟 提供给基辅政权的一个 大型反坦克导弹系统 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仓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柯纳申科夫12日宣布 在吉尔诺布尔地区 俄罗斯武装部队 用高精度海基导弹 摧毁了一个大型 反坦克导弹系统 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仓库 这些武器是由美国和欧盟 提供给基辅政权的 在当天的战斗中 由于空袭和导弹的袭击 共计有大约470名 乌克兰民族武装分子被杀 多个军事装备集中区 武器弹药库 以及各种军事特种车辆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现阶段每天都会对顿巴斯的领土进行排雷工作 大约每天都能发现500个左右的爆炸物 目前共计消除了18000多个 而为了加快排雷的速度 俄罗斯武装部队目前新培训了约70名排雷专员 这些人来自于顿巴斯民兵组织各分支单位 在结束培训后即被送往前线参加排雷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谴责基辅政权 将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 在学校设置射击点并放置重型武器装备 包括美国制造的火炮 并将平民扣押在健身房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基辅政权无视道德规范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 且这些事件是在集体西方国家的默许下发生的 但这些国家却继续视而不见 凤凰卫视 尹丽 尼显金 科沃料夫 莫斯克报道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在12号表示 计划在本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乌克兰总统泽莲斯基举行会谈 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问题 阿尔多安表示 目前俄乌战争并没有影响到土耳其的粮食储备 土耳其有500万吨的穀物 但是希望能够增加储备量 因此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周 与俄乌领导人建立 讨论建立农产品运输的安全走廊 这不仅仅是为了土耳其 也是为了其他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表示 如果乌克兰清理港口的水雷 通过俄控港口组织粮食出口 俄罗斯愿意保证出口不受限制 法国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 于当地时间12号的晚间已经出炉 走投马克龙的执政党联盟 和其左翼梅朗雄所领导的 左翼政党联盟领跑 但是两者的得票率是不相上下 双方将会在19号的第二轮投票当中 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 来看本台记者 从法国内政部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 法国内政部的媒体工作中心 2022法国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的结果 已经出炉了 那么备受关注的三大阵营 排在首位的是 由这个极左翼梅朗雄领导的 左翼政党联盟 他们是获得了26.1%的得票率 而总统马克龙所在的 这个执政党阵营 是获得了25.6%的得票率 排在第二 而勒庞维代表的极右翼阵营 是获得了19.2%的得票率 排在第三 那么根据首轮投票的结果 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阵营 并没有获得绝对的优势 是与极左翼的梅朗雄阵营 是不相上下 这也印证了各界此前的预测和分析 那么另外 关于外界普遍担心的高期权率 还是出现了 达到了近53% 再次刷新了记录 意味着两个法国人中 就有一个没有投票 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了民众 对于政治的不感兴趣 甚至是失望 而在参选者方面 内政部的数据显示 共有近6300名来自各个政党的代表 在全国577个选区中参加了竞选 那从首轮结果来看 在19号举行的第二轮的投票当中 将会是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阵营 和左翼联盟阵营展开最终的对决 而如果届时 马克龙的阵营没有获得绝大多数的席位 他的第二任期将会步履为奸 他要被迫接受一位来自反对党派的总理 而法国的政治体制是 总统对选民负责 总理对议会负责 届时总理将掌控政府的种种权利 主持日常工作 未必会有效遵循总统的施政纲领 以上就是凤王卫视记者金梁默也 在法国内政部发来的现场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束 不屈法国党领袖梅朗雄 率领的左翼联盟得票 领先总统马克龙阵营 不足一个百分点 梅朗雄促请民众在下星期四轮投票当中 要再次发声 表明拒绝马克龙的灾难性的政策 在标志上的第一回合 新闻出现一定的新闻出现 新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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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分百公司的新闻出现 二回合 而既然,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意义, 不光是在持续建设了一种意义, 不僅持练兴敬连众敬。 此外,全是有意思的, 法国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率只有不足五成 票战的调查估计 马克龙执政阵营有可能失去过半数的一席的地位 而在总统选举败给马克龙的 极有国民阵线的领袖勒庞 在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 已经在他的选区得到了过叛的胜出 而国民阵线总体得票是排在第三 勒庞也呼吁选民不要让马克龙阵营 保住绝对多数一席的地位 并且整告称如果让马克龙大笔数胜出 法国在未来五年将会陷入一片黑暗 好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再次请到 时日评论员杜萍先生来做分析点评 杜萍胜 对于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 还有将会在19号举行的第二轮的投票 您有什么观察和预期 完全对抗的就是左翼政党联盟 左翼政党联盟 梅朗雄领导 那么现在在议会里面 目前来讲的话是这两个联盟是不相上下 所占的席位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要看第二轮 但是现在的趋势已经表明了基本的趋下 就是马克龙要如果说要在议会里面 占多数优势的话可能性已经非常小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这个在法国过去也曾经出现过这个状况 就是总统他主要是管这个外交和国防 但如果说他同样一个政党的一个人 是他任命的一个总理 也是跟他是一个政党的 那就好办了 那就内政经济各个方面都是还是大权 都在总统手里面都可以管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马克龙是非常危险的 也可以说他是一直害怕的一个恶梦 就是说如果是议会被左翼政党联盟给占据优势的话 那么接下来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政府 而且已经任命的总理都要全部换掉 这个意思就是说由这个反对党的 左翼政党联盟来出任总理 那么总理的内阁也会由他来出面来阻隔 那这样的情况马克龙可以说是大权旁落 他只能管外交和国防 其他的内政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他都管不了 这也就是说他将来要进行任何一项 涉及到法国经济 社会等等方面的改革 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过去在法国的政治上曾经出现这个问题 同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叫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因为左和翼的政治理念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了大家要执政 所以只能达成这样一个完全相互抗拒的一个政府 总统和总理完全不是一个政党 所以现在当时所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在议会里面很多的法案都通过不了 改革就更不用谈 那现在马克龙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个 过去他雄心勃勃要改革法国的退休制度 或者是福利制度 或者跟欧盟的政策等等 都是全部他一个人可以把持 但是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些他都很难把持了 所以这叫这个左右共治 政治上叫左右共治了 但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相互在一起过日子的那种状况 那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的不利 对法国未来也是不利的 谢谢杜先生 左右共治到了左右为难了 再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通报 朝鲜的于当地时间12号早晨的8点07分到11点03分之间 从西韩地区向西部海域发射了五枚火箭炮 那韩国国家安保释在当天晚上就此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商讨对策 韩国军方目前没有透露其他的细节 但是表示由于射程相对的较短高度较低 因此决定在深夜做出公布 韩国军方已经加强了监视和警戒 韩美也正在密切合作并且保持战备态势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当地时间的上午8点07分到11点03分 侦测到了朝鲜方面 从西海岸地区向西部海域发射了五枚火箭炮 韩国国家安保释已经就此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对策 并且表示韩军正在加强监视和警戒 而韩美也正在密切合作保持战备态势 朝鲜今年已经多次进行武力展示 这个月的5号就曾经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至少8枚短程弹道导弹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在12号赵克勒会议探讨主要党务工作问题 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主持了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了在党内树立遵守纪律的风气 隔除一些党干部中出现的成威风耍官僚等不健康行为 金正恩就阐明要树立组织机构对策和有效工作体系 以进一步的加强党中央检查委员会 以及地方各级纪律监察体系 并且扩大和加强辅助机构纪检部的职权和职能 实施严格的监督工作体系和严正的处分制度 以铁的纪律来保障实现党中央的唯一领导 金正恩说 树立严厉的监督体系是不苟或缺的先决条件 再来关注疫情消息 朝中社报道 截至12号下午6点的24小时之内 朝鲜全国新增大约36700多例的发烧病例 首次低于4万例 报道没有提到有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 而从4月底至今 朝鲜累计报告发烧病例超过了446万例 仍然有大约6万5000例接受治疗 另外公主到的是 委内瑞拉卫生部在12号表示 一名男子从西班牙马德里入境加拉加斯机场 确诊猴痘 这也是委内瑞拉所确诊的首例 那这名男子被立即隔离 不过当局并没有透露他的年龄和身份 那拉美地区最先通报猴痘病例的是阿根廷 而目前西班牙 英国和葡萄牙 则是非洲以外确诊最多的国家 好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我们稍后见 友好 见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香港 绝止到12号的零点 香港过去一天新增了814宗的 新冠病原确诊病例 比前一天略有下降 而香港连续两天新增确诊超过800宗 疫情有反弹的迹象 香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当局应该加强执法 确保餐饮出所等遵守防疫规定 在香港中环云衔接这座大厦二楼的一间酒吧 当局发现至少18宗新冠确诊个案 酒吧遭勒令停业14天 香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泽玄认为 疫情有反弹迹象 建议当局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极少数不守规矩人士 都可以引起社会一个很大的风波 因此我觉得政府在执法方面要加强 罚则也应该重研 我们都知道在场所里 有些人走出来在舞池中间跳舞 你知道到运动的时候 其实都会大量比较常呼吸得重要一些 也可能会增加传播 我们觉得这些比较高风险的行为 都应该停止 香港特区政府呼吁市民 尽快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而从星期一开始 疫苗通行证将会适用于 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 意味着要完成三剂疫苗接种 才可以进入 而香港警方也在周末深夜 突击巡查酒吧和夜店 有监杀罪酒吧负责人 因为涉嫌违反防疫规律被捕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再来看香港青岛日报的一则消息 关注到香港的航空业在疫情之下 可以说是备受打击 加上港府过去两年做出了入境限制 海外航空的客机都减少飞体香港 不过卡塔尔航空呢 一直没有中断到港的服务 因应香港入境限制 现在开始松绑 所以最近几个月呢 乘客数量也叫年初 疫情高峰时要多了一倍 计划7月起让香港出发 往多哈的航班 从每周五班恢复到每天一班 而如果日后需求是进一步增加 也不排除会因应情况 再次加密半次 卡塔尔航空北亚区的总经理陈昌耀 就表示由于香港国际机场 可以连接的航站点是够多 再加上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除了可以接通内地 海外游客呢 也可以经过香港 向往到东亚各个不同地区 因此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航空枢纽 那新冠疫情之后 我们知道瞬间都是蔓延到了全球 航空业几乎停顿 不过目前随着部分国家宣布 和病毒供存 放宽了入境的限制 所以航空业也逐渐地出现升级 我们再来关注到 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 而祖国二字在香港年轻一代眼中 又意味着什么概念呢 在香港越来越多的学校 通过一次次的升级仪式 一节节的普通话教学课堂 拉近了青少年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在他们的心中 埋下对于国家认知的种子 请看本集 《香港回归25周年》系列报道 这所没有敲场的小学 过往数十年来 唯一的旗杆只能耸立在 没有围栏的天台 不准学生靠近 一年多前 学校在礼堂安装了一只 流动的旗杆后 学生终于能够在校园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旗 为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 香港遭遇局去年发出通告 今年起所有中小学每周都需要 举办一次升旗仪式 有学校不仅在校园升旗 更带同学生前往位于香港离岛的东龙州 为这座小岛献上历史以来首次升旗仪式 香港回归后理应推行国民遭遇 但因为种种原因 国民遭遇独立乘客被搁置至今 不过有一所学校早在十年前 已经开展国民遭遇课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 教学初中始终如一 他用行动表达了遭遇理念 和对学生的期盼 目前在香港 像升旅行学校这种主动推行 国民遭遇科的学校 其实并不算多 校长表示 希望如实道出国家真实的情况 让学生们自己思考 在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一定会是慢慢慢慢逐步逐步来 我们的过程当中作为老师 教学生有这份责任感 觉得我们要去改变 改变令到中国越来越好 更加富强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语言也是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和文化符号 香港金门法第九条规定 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推出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正式语文 粤语是日常语言 但随着两例居民交往越来越频繁 香港社会对普通话的应用需求 也不断增加 各自来向 赶紧爽臂 一见回顾长山 目前香港四百多所中学里 有大约四分之一使用普通话教中文课 其中人际医院黄华三中学 以接近二十年普教中的经验说明 用普通话作为授课语言 估计有助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 学生也会慢慢了解两滴的用字差异 应该是的士 因为普通话是计程车 所以有时候都会 无端端说了一些广东话 近年香港的小朋友 对于普通话的熟悉程度都高 有时我在学校的校园里面 我都听到一些同学 他们可能在闲谈的时候 都用普通话交流 当他们用普通话去跟其他的学生交流的时候 他就会感受到中国的文化 和他们交流的过程里面 他们听得明白人家说什么 也都自己可以沟通到 那么他的交流活动 他就会更加觉得很舒服 也都会觉得会学到更加多东西 要拉近香港新一带与国家的距离 只靠一门课程 或者举办升级礼 远远不够 但他们近距离见证内地飞速发展 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便会柔然而生 以往我们经常听到 可能你说中国交通制度 也会说高铁 通常有些人就会说那些 什么列车追撞事件 那些追撞事件 但到他们亲身踏过高铁 原来又快捷又干净 这种这样的思想冲击 就会令到他们开始修正 原来中国都很好 很多事情很好 这个不是强厚 这个不是强厚 意思是他亲力自己的一个感受 课堂上水果的知识 可能有一天会遗忘 但亲身的经历永远印象深刻 站在香港回归25年的新起点上 香港的年轻一代应该心怀香港 翻演国家和世界 既强不息 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林浩贤香港报道 香港的连结程度享誉全球 离不开香港廉政公署 多年来的不懈努力 香港廉政专员白韵六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就表示 回归之后 香港向着连结社会的方向 越走越快 越走越好 虽然时代变迁 科技发展为执法带来不少新的挑战 但是连署坚持与科技斗快 维持着香港在国际反贪协作上的 独特角色 用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就扭拽香港的贪污净况 香港连织专员白韵六表示 努力是有成效的 90年代后 香港的连结程度已渐入夹境 世界有目共睹 而回归后 更是越走越快 越走越好 香港的社会是一个 在全世界国家来说 是一个高度廉结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看这个 透明国际给我们的评级 由它开始有评级 我们一直都是非常之好 我们都是在20名之内 头20名之内 那最近年我们还是 10 去年是12名 12名 这是一个非常之高的位置 回归之后 这25年 大致上 我就是可以说 我们向着连结社会 可以说是越走越快 越走越好 不过时代变迁 科技发展如何与时并进 成了联署执法的新挑战 我们现在去查案的时候 往往我们一定可以说 在疑犯身上 是可以拿到他的手机 但是问题就是 拿到电话 你怎样去找出里面的犯罪证据呢 这就是新挑战 所以我们也要 将我们的电脑科技 是去到时代的最前端 然后呢 就是 与这个科技斗快 再加上 近年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虚拟货币 这些是新挑战的 因为贪污贵路 不一定是用真金白银 可能是用虚拟货币 那另外一个世界 它怎样交易 怎样运转 这些来说 也是我们要去跟进 若想长效反贪 白云六指出 宣传教育也是重头戏 近年来 联署一直积极探索 如何跟上新媒体发展 通过不同社交媒体平台 与更多青年人沟通 此外 联署也积极为有需要的私营机构 提供支持 帮助维护企业声誉 另外 在国际反贪方面 联署今年主动向 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培训课程 2017年至今 已同63个国家及地区的 反贪机构联系 培育超过1000名反贪人员 而自今年1月 接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以后 白云六更积极推广联合会工作 5个月时间增加24个新成员 机构总数近150个 他表示 未来自己还将和四位副主席一起 通过区域协调机制 通筹推动全球五大区域的联络工作 跟联合各个分区方法 分了区之后 我们在区里面 一个做联络工作 一个就是去了解他们在培训有什么需要 但是如果区域可以做 就可以照顾区域里面 大家有些共同的问题 区域共同问题 有些是区域以外的人没有这些问题 他们可以谈一些区域里面的问题 区域里面就是 大家互相帮助 可以提升一下他们的反贪能力 这个我是希望 我任来能够将这个工作推导 也都是香港能够对世界做一些贡献 白云六表示 今年稍后 计划与太平洋岛国斐济 东欧阿塞白江 及南美智利举行区域反贪会议 相信联署在联合会的角色 不但会提升各地相关机构的反贪能力 扩大全球反贪协作网络 也会加强联署打击涉及香港的 跨地域贪污能力 毕竟反贪永远在路上 凤红卫视 王金路 香港报道 香港警务处日前公布了一系列 庆祝香港回归的活动 包括举办慈善音乐会 旧油麻地警署开放日等 并会根据疫情的变化来决定活动规模 同时也确保 优先做好7月1日回归活动的安保工作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香港警察从6月到11月举办不同活动 比较大型的包括7月30号 以及7月31号 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办慈善音乐会 有警察乐队以及知名歌手等演出 市民需要在警务处网站购票 收入将全数捐给4个慈善机构 油麻地警区将会在8月头两个周末 共4天 开放成立了100周年 目前已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的旧油麻地警署 市民可以预约免费参观 了解爱德华式建筑特色 开放日将会展出图片 展品 人物专访影片 介绍警署变迁 市民也可以到旧机流市 参与互动解密游戏 各纪律部队将会在9月24号 举办步操大会演 解放军驻港部队也会参与 展示中式步操 但会根据疫情调整 参与人数和规模 警务处也将举办中式升级比赛 主题拍照比赛 也会发布有关回归的纪录片和特刊等等 警队博物馆经过翻新和活化以后 9月将会重新开放 首个教育展览将以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以及国家安全为主题 安保方面 当然我们也都会有工作上有优势 如果是一些行动上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执法部门 应该有优势还是高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活动 其实看回最重要的一些 都是在7月之后 只要是希望能够 在不影响我们的行动效率之外 都能够做到一些 是我们想和市民保持一个互动 为什么会搞一些开放 就是等大家会知道 警署里面的一些设施是怎么样的 或者我们的警务工作是怎么样的 了解我们多一点的时间 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 透明度会高一点 所以对我们的信任 希望可以多一点 警方表示会做好 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风险评估 确保庆祝活动符合防疫要求 让市民在安全情况下参加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由香港民政事务局 香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 以及青少年抗疫连线 共同主办的抗疫表彰 嘉许里青年专场 即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青年系列活动启动里 在12号举行 总共136个团体 与217名青年获得嘉许 香港民政事务局 署理局长陈基志表示 特区政府致力培育香港青年 成为爱国爱港 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 他乐见香港青年团结一致 用正能量全力支持 特区政府防疫抗疫工作 香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 部长张志华也指出 第五波疫情以来 青年团体勇于担当 站在第一线 彰显了青年力量 活动上还预告了 香港青年团体 将在民政事务局的支持之下 组织超过200项青年活动 以香港开心片 青年创未来为题 共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当地媒体的报道 在香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地标建筑 叫做珍宝海鲜坊 听的名字 包括看这图片 大家知道是一个在船上的海鲜酒楼 曾经被誉为海上明珠 这个餐厅是1976年开业的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盛极一时 很多香港人去吃饭 很多外地游客来拍照 但是近些年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生意严重下滑 那珍宝海鲜坊的母公司 香港仔餐饮集团在上月就公布 将会在本月份 把海鲜坊要驶离香港 近代新经营者的出现 是 集团在昨天也承认 说已经为珍宝海鲜坊 物色到了合适的停泊位置 海鲜坊已经开始进行尾板工程了 而对于网上有传 海鲜坊将会在本周二 移到东南亚 发言人就说 会在月中排照到期之前起航 而应船屋的要求 暂时不能提供具体存房的地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要闻早报 回来 世贸组织在12号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近五年来 首次部长级会议 总干事伊维拉表示 世界在这五年间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从疫情到战争 正在面对多重危机 而这次会议如果能够取得一到两个成果 已经算是成功 他对此感到谨善乐观 我们还要求战争 与疫情 这次会负责了世界 millions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安全安全 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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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百名贸易部长 出席一连四天的会议 议程包括了粮食安全问题 增加获得新冠疫苗的机会 减少渔业补贴等 总干事伊维拉并指出 世贸组织要向全球展示 组织能够在危机当中迎难而上 挺身而出 强调与会人士不应期望 能够实现所有愿望 促请各个与会者要致力达成协议 香港电台也报道了 世贸组织将会在日内瓦召开 近五年来的首次部长级会议 而参加会议的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表示 以世贸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是国际贸易的基持 中方愿意和各方携手来推动世贸 在世界贸易恢复当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王文涛也说到 中方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 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支持世贸改革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改革应该加强世贸功能 促进经济全球化 让全体成员受益 内地再有两个城市在刚过去的周末 放宽了楼市调控措施 人民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统计 本月上旬各地稳定楼市措施 所推出的密集程度 比4月和5月都有所增加 江苏沿城宣布补贴 三孩家庭职业的弃税五成 最多6万元人民币 而四川德阳则把住房公积金 提供的职业贷款的上限 由50万元上调到了60万元 首次职业的头期的门槛 则是降到了两成 而政权时报同时还统计说 6月份的首天已经有41个城市 推出了不同的稳楼式的措施 密集程度超过了之前的两个月 那报道更引述了业界分析说 5月份部分城市楼市交投回升 这也反映在政策的支持之下 楼市见底反弹的基础 已经逐渐的成熟 马来西亚在野党联盟领袖 安瓦尔12号下午 在吉隆坡国际贸易中心参加活动 他回顾自己的坐牢生涯 并且指出马来西亚需要治理腐败 称如果没有腐败 自己早就成为了总理 吉隆坡国际贸易中心和 马来西亚乌统党总部相邻 乌统党年度大会及重要活动 都在这里举行 安瓦尔从政初期1982年加入乌统党 1997年被乌统党开除 之后被控独职和基监罪两度入狱 坐牢长达8年 当天安瓦尔出席一个书展活动 这是他24年来首次再回故地 他回忆自己坐牢生涯 安瓦尔指出 马来西亚人要学好马来文 也重视掌握英文等多语种 回忆起被拘禁时曾读 马来西亚著名文学家 萨玛德·塞尔德的著作 他说感受到作家如何敏锐勾勒 愚蠢无知 残酷傲慢贪婪这些野兽的含义 他还称如果不是腐败 自己早就认上总理 After so many years you come back to UMNO so what do you what's the most Coming back to I'm not coming about I'm coming back to the book exhibition you see and my speech is clear and if those UMNO leaders listen to my speech they understand my message no corruption no racism no this this cruelty intimid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被控贪腐而多个官司 压身的前总理纳吉布 12号接受印度媒体线上访问 称有关法官为公平审理 自己所设案件 他对法庭宣判误审 充满希望 称有信心能再回政坛 下届大选卷土重来再上阵 安瓦尔表示 纳吉布更应去面对自己的案件 从安瓦尔当天参加活动的现场上两层楼就来到了吉隆坡国际贸易中心的入门长廊 在长廊的一面墙上是有一幅数十米长的一个巨幅的画作 记录了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数十年来的政坛的历史 那么安瓦尔1980年代加入巫统 以及他1997年担任副总理应对金融危机 令当时的总理马哈蒂尔布满被免职并且开除出巫统 也都记录在这幅画作上 下届大选再逐渐临近 这位命运多结的政治家 他是否还有可能再胜出并且领导国家 目前看来是困难重重 风号卫视高棉 马来西亚吉隆坡巴达 好 稍后关注体育方面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体育消息 香港新的日报报道 在香港有剑神之称的张家朗 周日在韩国首尔杀入到亚洲锦标赛 男子花剑个人赛的决赛 再以15比6击败了国家队剑手莫子维 继16年之后再次封王 因为自己送上了最佳的25岁生日礼物 队友蔡俊妍也是夺得铜牌 世界一个专家朗在上周五刚刚25岁生日 在昨天亚锦赛由分组赛开始就一路过关斩将 那四强的时候呢 是以15比13反胜了国家队好手吴斌 那决赛的时候呢 又以15比6倾取了另外一位国家队的剑手 叫做莫子维 这也是继16年之后再赢金牌 他和江明慧成为了首两位拥有两面 亚锦赛金牌的香港运动员 而港队呢 本届累计获得了两金两铜 再来关注到2022从都国际美食文化节 11号在广州开办 韩国 匈牙利 日本等多国铸穗领事馆 都代表有参加 有巴方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能够向世界展示寡东传统的饮食文化 手打牛肉丸 碳烧响罗 潮汕冻谢 这些正宗的潮汕美食 都由这些潮汕名厨现场烹饪 2022从都国际美食文化节 以中国广东汕头主题日作为开场 日本 泰国 韩国 匈牙利等 多国铸穗总领馆的代表 来到这次美食节 尝试潮汕味道 我能够找到海鸡 我能够找到鸡 这是奇妙的 因为人们 有更多的影响 今年是张老师中韩建交30周年 互相借鉴 互相学习 通过这种饮食文化来促进国际交流 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深大 汕头市官员说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粤菜的分支 潮汕菜种类繁多 未来本地会努力提升饮食文化国际影响力 把汕头打造成为世界性的美食目的地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美食城美食街进行提高 进行打造 包括我们要建我们的美食博物馆 通过这些来打造我们美食的一些基础事实 整理我们美食的这个理论体系 我们的菜系体系 通过进一步来挖掘美食的这个文化内行 也把我们的美食一步一步地来推向国际 2022从都国际美食文化节以国家或者地方主题日的形式 分阶段推荐全球各国各地美食 凤凰卫视张肖武之臣广州报道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关注到日本福岛核事故 发生超过11年之后 首次有辐射超标的受管制区域 完成了储屋之后正式解封了 可以让居民返回居住 而这个地区是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以西20公里的 格伟村野行地区 在昨天早上的8点解封 但是当地设有户籍的30户 总共82名居民早已经迁居到了其他地方 只有4户总共8人返回到家园 而村长也表示 希望通过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推动居民回家 其实这次解封地区的面积 只有一平方公里 日本环境省虽然已经解除了解封 让这个辐射量符合解除避难的一个指标 但是依然比核事故之前高出了4到5倍 这也让很多的居民不安 因此放弃反复家园 在墨西哥城又有一个AI人工智能打造的 新的地标性艺术品诞生 凤凰卫视著当地的记者 也第一时间去进行了探访和体验 我们来看报道 墨西哥城又新增加了地标性的艺术品 让我们以赌为快 我所在的区域就是墨西哥市的 罗尔王保兰狗 也就是新波兰科区 在我的身后 就是这座刚刚落成的新的艺术品 它叫墨西哥之野 墨西哥之野是整个拉丁美洲第一届人工智能公共艺术作品 这一项目使社区开发商与全球场所营造创意 公共艺术咨询和制作公司共同合作的产品 通过使艺术更容易获得来创造文化影响 并寻求创造体验 从而在客户和观众之间建立更强大更真实的联系 墨西哥之野通过最新的视听科学和技术来进行表演 所用大数据设计墨西哥城市居民的移动方式 向观众传达艺术科学技术与城市化和流动性之间存在的关系 举社区负责人介绍 墨西哥之野所在的区域正在努力打造成为一个 可以舒适的生活、工作、娱乐、购物、饮食集中的场所 毫无疑问 墨西哥之野将成为新波兰科区乃至墨西哥城的又一个标志 并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成为流动性、功能性、文化、修学和都市主义的象征 也标志着对未来生活的清晰月景 凤华卫视加美郡墨西哥城报道 感谢大城凤华早班车 我们再会 再会